月经周期是一般来说是21天到35天 平均是28天 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妇女就说她这种月经失调了 我的月经越出来了我月尾又来 你要是仔细地问她呢 她可能是2号来了 然后26号又来了 实际上她是一个月经的 她的月经周期是25天的 实际上是符合我们的那个月经周期的 她的这种算法呢 是月经完了以后她才开始算 到下一次月经呢月初 这样的话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月经周期 实际上咱们的月经周期呢 应该是从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然后呢到下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呢 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月经周期 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都是正常的 咱们的这种经期呢是2到8天 经量呢是20到60毫升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这样的标准 来呢对于这个临床上这个妇女来说 她月经紊乱呢 我们只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呢 都是属于正常的 对于这个临床上的标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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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 翻译